7月31日晚22点30分 平安北京朝阳官方微博通报称 针对网络举报的吴某凡多次诱骗 年轻女性发生性关系等有关情况 警警方调查 吴某凡男 30岁 加拿大吉因涉嫌强奸罪 目前已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侦办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 中央政法委发生 外国国籍不是护身符 名气再大也没有豁免权 谁触犯法律谁就要受到法律制裁 请记住 人气越高越要检点自律 越当红越要遵纪守法 此消息一出 真的是全网沸腾 很多网友表示 会不会就判个几年 就给放出来了 对此 风花网娱乐咨询了业内权威律师进行详细解读 吴亦凡涉嫌强奸被刑拘之后 律师认为需要根据情节的严重程度来定刑 刑法明确规定 比如真的有幼女或者多人的情况 一般会判10年以上 如果情节没那么严重 至少也得3年以上 根据通报情况 律师判断警方已经掌握了明确的证据 在通报吴亦凡被刑拘之后 警方目前处于补充侦查证据中 最长三十七天之内会有是否批捕他的结果 律师表示 如果被批捕的话 下一步就是等检察院公诉和开庭 一般情况下 律师的案件并不会公示细节 但因为吴亦凡的名人身份和此事件的社会关注度高 案件细节会被公示的可能性很大 律师最好还称 吴亦凡可能还将面临所 代言的品牌方和所参演影视剧方的起诉 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现在品牌和剧方都会和一人签署道德条款 但会受到什么样的起诉 需要进行哪些赔偿 具体还要根据合同的内容判断 现在吴亦凡先生的微博还有五千多万的粉丝 有的粉丝喜欢吴亦凡 喜欢了将近十年 吴亦凡他房了 又有多少人的青春 再次被喂了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